場邊的觀眾 要控制一下情緒啊 是 不能丟東西進來啊 這個這樣子不太OK喔 各位幾秒鐘 改變不了戰局了 林書瑋這兩分拿到之後呢 今天還是得到了20分 他自己呢 也想要聽到現場球迷 對他的虛聲 感覺是享受這個虛聲的 他們丟那個水瓶就是蠻不尊重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我只是想保護我們球隊 然後就讓他們知道 你不會欺負我們 然後想保護隊友 其實我以前曾經在中華體育館目睹這一課 如果真的是富邦的球迷 那我也代替球迷跟大家道歉 不過我也是希望自己的球迷能夠理性 然後 因為我以前真的目睹過這件事 然後我還是希望能夠保護球迷 然後讓我們比賽順利進行 給你告 球給了阿米 這兩分 被打掉 這個平靜的 看一下這個三分的出手 洪凱傑 洪凱傑搶投 這一球沒進了 Q的籃板 要先來到前場喔 交給Joe 都有幾秒鐘 改變不了戰局了 林書瑋這兩分拿到之後呢 今天還是得到了20分 他自己呢 也想要聽到現場球迷 對他的虛聲 感覺是享受這個虛聲的 曾經這個球場的對他來說也是非常的熟悉 今天在和平籃球館 替球隊在1比2落後的情況之下呢 拿下重要1分的Series 就是頒平戰局的一場勝仗 我只能說國王今天真的是贏在整個上半場啊 然後 把領先的分數拉得足夠 那下半場副方的回程是 來得稍微晚一點點 可是必須要肯定 在第四節 包含周桂與鴻凱傑解評 到這些年輕球人的表現 對那我覺得 沒事啦 系列賽就算有點火藥味嘛 對 我們無線攝影機都準備好了 沒錯 對 而且雙方呢各在對方的球場拿下了一勝 這感覺是公平的啊 對 系列戰2比2 這個比賽 還得看下去 對 You cannot ask for more 這應該就是兩隊友 就是碰到 失敗或是輸球的過程當中 他們做出的調整跟改變 國王隊今天的確是奏效了 而且我覺得國王今天的相信力非常足夠 專注在球場上 像剛剛講的沒有抱怨 沒有跟隊友太多的爭執 然後打出非常高水準的團隊表現 比賽到最後面的時候 全場的比賽張力或者是氣氛 也都很高張 你可以談一下那個最後你跟 現場觀眾球迷互動的狀況是怎麼樣嗎 謝謝 就他們丟那個水平就是蠻不尊重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我只是想保護我們球隊 然後就讓他們知道你不會欺負我們 然後想保護隊友 我覺得剛才不是有一些狀況發生嗎 我丟了東西下來 然後其實我以前曾經在中華體育館目睹這一刻 就是中華隊 不知道跟韓國隊在菲律賓打 就一堆錢幣啊什麼 就直接甚至有砸到球員 然後當下其實球員就不出塞了 那比賽就暫停了 其實剛剛我看到一些紙啊 或者是水平丟下來 我蠻擔心是直接砸到球員 然後可能導致球員是沒辦法出塞 所以也是希望如果真的是富邦的球迷 那我也代替球迷跟大家道歉 不過我也是希望自己的球迷能夠理性 然後因為我以前真的目睹過這件事 那我還是希望能夠保護球迷 然後讓我們比賽順利進行